好,同学们好,下边呢,我们谈下边一个问题,就是为什么说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呢? 也就是说,文明古国的标志是什么呢? 我们认为,一般来说,有三个标准,只要满足其中的两个,就可以称之为文明。 那么这三个标准是,首先第一,在一定的区域内,要有一些城镇,这些城镇互相之间要有来往,要有联系,这些城镇的人口呢,至少要在五千以上,这是第一个标准。 第二,要有独立创造的文字体系,当然,如果借用部分外族的文字,形成自己的文字体系,这样也是可以的。 第三个标准就是,以有纪念性的建筑遗迹和进行祭祀典礼等这样活动的中心场所。 这三个标准呢,都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。 其中,第一个标准,直接与生产规模和经济水平有关。 只有人口达到一定数量,才能保证有一部分人不用从事具体劳动生产,他可以从事更高一级的创造性的工作。 这样呢,才能生产发明,制造出我们现在称之为文明的这些产物。 而好几个这类彼此联系的城镇,不仅呢,说明当时的工农商业私有制已经发展,也证明出现了国家的初步形态。 第二个标准呢,表明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复杂的经济统计、行政管理、文化活动与信息的交流。 因为文字正是为这样的活动服务的,是最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工具。 所以,我们可以说,有了文字就有了文明。 第三个标准出现,说明了管理机构和统治阶级已经出现。 豪华的宫殿反映了当时最有权力的人,比如国王或者是族长、贵族、祭祀等这类人的活动。 有高大宫殿,有高大宫殿的神庙、仪典中心、城房工程以及堡垒、监狱等等,这是统治人民的象征。 因此,这三个条件的物证都能起到标志作用。 但是呢,我们说这三个标准,只要有了两个,就可以认为是文明。 这是为什么呢? 因为我们估计到了各地各族发展的特殊性,还有文物保存的偶然性。 所以,用这个方法衡量,埃及和两河流域,大约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,就已经脱离史前时代,而进入文明时代。 中国、印度要稍晚一些,大约在公元前两千五百年至两千年间,进入文明时代。